他們老是位於他在日本發展 爸爸真的是愛台灣 真的是害了他長了一個年代 這個是我在等你爸爸作品的時候 還發現這是非洲文 那我跟大家介紹的不是對非洲文 是要介紹這個左下角的小台灣 有沒有看到 我整理到這個非常感受 爸爸從來也沒有講過 那這個 來 跳起來 來 就是你 很重喔 看到後面看一下 是 後面一個小台灣 那爸爸就是無形中 無形中就可以有的 就可以看到他對於台灣這個感情 那這一本就是我幫爸爸整理的資料 這是幫爸爸整理的資料 那所有的作品 所有的作品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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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都有這個 這個電腦檔 那 這個我在2006的時候 我在2006的時候整理 花了多久 花了5個月 瘦了8公斤 瘦了8公斤 終於把這個全部都建起來 所以 這個以後我們才知道 喔 爸爸的作品有200多尊 爸爸的作品有200多尊 我把它分成 分成七大系列 那這個爸爸的作品 現在就完整出來 大家就做研究去 有一個脈絡出去 那 我這個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個爸爸的台灣情 講到爸爸的台灣情 就要請大家看這個 這個是在 這個是他在 東京帝國女士學校的 李摩的話 你看 這個銅錢 這個銅錢 是畫出來的 是畫出來的 反正 台灣家裡 有沒有 所以他對於台灣這個行情 這個 一直念念國話 不像有些人去用 變成四個字 四個字是比較好生活 不是四個字太好了 四個字會比較有輔助 會比較有那個經驗 但是用這個黃銀化來 來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鼓勵台灣 變成四個字 然後這個 有一些人 都好有一些人 那我當然也不好一直講他們 好 就會躺